一个个排排坐等着打疫苗 看看这场景不是医院 而是在大卖场 冲刺疫苗覆盖率 中央与地方联手出奇招 因为Omicron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专家示警 现在的覆盖率远远不足 大家的共识就是 完整覆盖率是两剂八成 再加上高危险型的这个部分打第三剂 但是你如果是Omicron 我们现在以后 那个疫苗的这个部分 又会下降到五六成的时候 保护力的时候 那你很可能八成八成 就不一定过 你知道吗 我觉得六成还不够满意 而且大家 我们阿中也提醒大家 过很多次了 我们75岁以上铁板一块 27%一剂都还没打 所以虽然你台面上看六成 好像很满意 你不要忘记我们有很大的破口 还没有打好打满 截至12月4号 全台第一剂覆盖率达到78.12% 完整接种二剂则是59.73% 预估五号第二剂就渴望突破六成 达成当初设定考虑解封的目标 然而现在达标了就能解封吗 不少专家忧心 即使第二剂达到八成也不能太乐观 因为已经有国家启动第三剂接种计划 台湾起步的晚 眼前要冲高第二剂 目标不再是防感染 而是要防止重症死亡增加 避免拖垮台湾的医疗系统 我们台湾的话 这个儿童大概12岁以下 占了人口的10% 所以想想常常说 我们再怎么打大概顶就是九成 假如不考虑儿童的话 那每个国家可能答案还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看多半的流行病学家 是抓大概八到九成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也是越高越好 只是面对Omicron的传染力 有可能是Delta的百分之五百 现今防疫政策走一步算一步 滚动调整若要边境解封 前提是第二季覆盖率至少得达八成 全民没有放松的空间 离潭边境防疫的日子仍然很远 欢迎新闻会用于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